今天先不仅为大家讲述一部 女孩因为长得漂亮 遭到极度被残忍杀害 可是她却能无限复活的电影 禁忌女孩之道歉 女主娜娜转学来到一个新的学校 在这个学校里 只有胖妞和原妹和她做朋友 虽然她是新生 但是她的美貌却吸引了很多爱慕者 包括选择的女孩 在学校里出了名的校草三人帮 她们纷纷都对娜娜垂涎三尺 但是高冷的娜娜 压根就不把她们放在眼里 三人帮里面的阿虎为了追求娜娜 她先找到了娜娜的好友胖妞 给了她两盒零食 希望她能转交给娜娜 胖妞喜欢阿虎 虽然她很不情愿 但是喜欢的人委托的事 她也不好推辞 而娜娜却说 自己不喜欢吃零食 她一脸嫌弃的将零食给了胖妞 胖妞说道 我不吃别人剩下的东西 娜娜便借机讽刺 你可能是养减肥吧 胖妞顿时心里 威肚子火 起身就离开了 放学后 三人帮截住胖妞和原妹 并给了她们两张稀有的演唱会门票 因为阿虎的父母要出门 希望她们约娜娜到家里聚会 二人知道三人帮的用意 心里虽然很想要门票 但是想到娜娜 二人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们 阿虎看找胖妞和原妹帮忙 这条路走不通 于是只好自己亲自上阵 放了一只玫瑰在娜娜书桌上 娜娜当着阿虎的面 直接摧毁了玫瑰 阿虎只好伤心地走了 原妹觉得 这么好看的玫瑰扔了多可惜啊 娜娜说道 我最讨厌花了 你喜欢的话都拿走吧 胖妞直接翻了娜娜一眼 转头在学校的论坛上 吐槽娜娜 正见 学校里的其他女生 也跟着纷纷附和道 她们都看不过娜娜 各种吐槽 她就是一个赔钱货 这才让胖妞平息了心里的怨气 露出了笑脸 放学后 原妹和胖妞准备回家 这时三人帮里的另一个成员 主动找到原妹补习功课 原妹很喜欢她 一口就答应了 可是对方却醉翁之意不在酒 她竟和娜娜眉目传情 原妹看到这一幕后 气得直接拿着书包就走了 伤心的她偷偷地躲在厕所里哭泣 哭完后的原妹擦干眼泪 决定跟胖妞去看演唱会 她们答应三人帮 约娜娜来到阿虎家 众人本来想着用喝酒 把娜娜灌醉 然后实施她们的计划 但是奈何娜娜十分的能喝 她们轮番喝酒都喝不过她 胖妞就想着 要不放进去几片安眠药试试 她和原妹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放了一把进去 果然娜娜没喝完两杯酒 就晕了过去 三人帮争先恐后的想想去办事 由于这是在阿虎家 所以进水楼台先得月 当阿虎把娜娜抱到房间 正準備要开始的时候 娜娜却突然醒了过来 把阿虎吓得一击 她连连向娜娜道歉 娜娜说道 你应该先征求我的同意 阿虎就傻傻地问道 我可以上你吗 娜娜对此很不满意 想要开门出去 可是原妹她们在外面堵住了门 并告诉娜娜 除非你应了阿虎的需求 胖妞也叫阿虎 快做你该做的事 阿虎脑子一热 直接把娜娜推倒在床上 过程中娜娜突然大笑起来 仿佛是在嘲讽她 而外面朋友也讥讽阿虎 你要不行的话可以先出来 恼羞的阿虎直接掐住了娜娜的脖子 导致她最后窒息而亡 众人吓得不轻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这时心狠的胖妞 冷冷地说道 直接把她埋了吧 她们心里也想不出 比这更好的办法 于是便开车到荒野 准备挖了一个大坑 把娜娜埋了 可就在她们埋到一半的时候 娜娜突然醒了过来 其实这也是在给她们一次 拯救自己的机会 但是她们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 准备一措到底 火速叫娜娜活埋 埋完后 她们进行了简单的告别和忏悔 跪在地上跟娜娜说了声 对不起 隔天早上 今天正常去上课 心里仿佛装着块石头 气氛意外地沉重 就在这时 娜娜如约而至地来到了课堂上 并责怪几人 没叫她起床上课 她们可谓是被娜娜吓破了胆 在心里不断地安慰自己 可能是娜娜的双胞胎姐妹 娜娜告诉她们 不是双胞胎姐妹 自己就是娜娜 几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证据在阿虎家想办法时 娜娜主动找上门 说是来拿丢失的手机 她在阿虎的床上找到了手机之后 播放了一段昨天的录音 里面记录着发生的一切 她们怕事情败露 一用而上扑向娜娜 将她按在床上 用枕头将她领了喝饭 她们再一次将娜娜拉到椅外埋掉 埋到一半时 娜娜又醒了 几人被吓个半死 彻底疯了 威武器产子狠狠地拍向娜娜 可是娜娜仿佛是可以重生一般 无限循环地出现在她们面前 几个熊孩子怎么都白脱不掉她 阿虎吓得向娜娜道歉 可是道歉有用吗 道歉仿佛在给你下一次犯错 找借口 而娜娜的存在 仿佛是让这些人 永远活在道歉当中 如果你的闺蜜 有很多追求者 你会有怎样的心情呢 好了 今天的电影 咱们就先讲到这 看一部电影 评断人生 我是撩影先锋 有喜欢我的 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关注哦